好 接下來就要介紹的叫做地震強度 地震強度就是遙漢疾破壞的程度 現在發生地震了 哇這地震好厲害喔 遙好兇喔 就這個 遙好兇就這個 地震強度 遙漢疾破壞的程度就叫做地震強度 沒有地震儀以前 就憑感覺 碰得兇還不兇啊 看看房子有沒有倒啊之類的 就看這些東西才知道 有地震儀以後 就根據地震儀所測量的地震波的加速度 來看我們的震度的大小 地震儀就是來量我們的地震波 看它什麼時候大 看它的強度有多大 這叫做所謂地震儀 地震強度就是一個等級 就跟我們的所謂的空手道一段 兩段 三段 諸算的一段 兩段 三段意思一樣 我跆拳到三段 你跆拳到四段 有沒有人跆拳到3.5段 沒有 所以 我們的地震強度也一樣 有單位 級 一級 二級 三級 沒有小數點 就只有級 一級 二級 三級 四級 五級 有單位叫級 台灣有單位叫級 但是沒有小數點 剛才的地震規模式 沒有單位但是有小數點 小數點 級 台灣把我們的地震分兩類 一類叫做有感 一類叫做無感 無感就是正常人都沒有感覺 你世界超級恐怖敏感不算 有感就是正常人都有感覺 你世界遲鈍也不算 然後呢 有感地震分作一到七級 數字越大就表示搖得越兇 這個是現在 921之後 921大地震第二年 我們把我們的有感分成七級 以前只有分六級 所以如果你寫到那個很古老的題目 它只有六級 現在還是分七級 參考書 蔡英俊上有一種玩文字遊戲的題目 請問 台灣把地震總共地震強度 總共分作多少級? 答案叫做八級 四級 為什麼? 離 1 2 3 4 5 6 7 所以總共有四級 總共有八級 總共有八級 OK 這是我們台灣的分法 日本的分法不太一樣 我們跟日本有點像 可是日本很早之前就分七級 我們是分完七級沒多久 同時日本的五跟六 有分五強跟五弱 六強跟六弱 我們沒有 我們就是1 2 3 4 5 6 7 其他的國家 像什麼大陸啊 像阿瑪利塔啦 他們用的是這個 所謂的麥卡利 他們是用所謂的麥卡利 正度級 總共有分1到12級 去了美國 發生地震 他報 我們的正度有10級 不要說 哇 好恐怖喔 台灣只有其他10級 其實大小其實是一樣的 大小其實是 最本來是一樣的 好了 只是我們分法不太一樣的 分法不太一樣 OK 叫正度 好 這是我們的表 中間這個加速度是剛剛講過的 定陣以測量它的加速度 單位GAL 講義上有寫公分秒平方 公分秒平方 然後呢 有從0到7 有個名字 曾經有連卡 曾經有無聊男子考過 請問你五級地震叫什麼 五級叫強震 五級叫強震 你問我要不要背 我說不用背 實在太無聊了 但是有沒有考過 有考過 好像考過兩三次 問你五級叫什麼 六級叫什麼 要背 其實很好背 你會念想 會覺得有種節奏感 微心弱 中強烈劇 有沒有感受到一種節奏感 微心弱 中強烈劇 地震的名字不重要 然後呢 旁邊那個人的感受 剛剛講過嘛 沒地震一見 要看人的感受嘛 我們未來可能會帶到一下 就是說 老師啊 地震來的時候要不要跑啊 再說 但是呢 我要說的是 你要跑不必跑得了 六級地震 搖晃劇烈 以致站立困難 你要站都很難站 七級地震 搖晃劇烈 以致無法抑制行動 什麼意思啊 你想去哪裡 你也去不了 都在跌在地上 假如921大地震發生在台北 這樣在台北 又正好是白天 然後呢 地震開始搖了 你問我說 老師我沒辦法跑出去 我看你們想跑也跑不出去了 站起來全部跌到地上 大家只用滾的吧 用滾的滾出去了 大家用滾的滾出去 所以想走不見得 走得了 雨搖得很兇的時候 根本就無法行動 無法行動 地震強度跟規模有多大有關 跟你離正央多遠有國關 跟它的深度有關 基本上考試最喜歡考這件事情 同一個地震 原則上是離正央越遠 震度就會越小 同一個地震 離正央越遠 震度就會越小 那如果我們離正央距離一樣 深度也一樣 那當然是地震越大 規模越搖的就會越兇嘛 那如果我規模也一樣 離正央距離也一樣 因為看深度嘛 這很強啊 比較深就影響小一點嘛 比較淺就影響大一點嘛 通常是震源越深 影響範圍越大 但是呢 搖得比較不兇 然後震源越淺 影響範圍比較小 但搖得就會越厲害 這應該平常試就會判斷了 不需要多說 不需要多說 等震帶 把震度相同的地方 點連成線 線連成面 就有個所謂的等震帶 像這個圖上所顯示的等震帶圖 我們說 離正央越遠 震度越小 但是不是我們一樣遠 震度就一樣小 因為有些地質構造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關係 所以不見得就會一樣 因此它也不會是個同心圓 你看看這裡 這個澎湖啊 澎湖跟這裡差不多遠 可是呢 這個澎湖只有一級 這裡還有三級 原因 澎湖的地震會要過海 所以能量會稍微小一點 考試就考這個 畫一張圖之後考你 考第一件事情 正央在哪裡 看起來很像原心的地方 叫正央 考試考第二個 告訴你說 這裡的規模是六 震度呢 是六級 請問你這裡 規模多少 正央的震度是六 外面的規模多少 還是六 規模大家都一樣 這裡的震度是六級 往外就越來越少 六 五 四 三 二 所以這裡的規模震度是二級 就考這個 數一數就知道 我們就要考你這些東西 等正待 這個看一下就可以了 這個簡單名詞 大地震之前 經常有一些小地震叫做前震 不過你很難知道這個是前震 因為當在大地震真的發生之前 你很難知道這到底是大地震的前兆還是就是個地震而已 但是後面那個就清楚了 余震就清楚了 好 大地震完之後 經常會有一些小的叫余震 規模如果到達七 余震到規模都要五以上 到五以上 到余震 好 余震 OK 所以就了解一下 這就是地震的強度 好 重點一 什麼叫做地震強度 遙漢疾破壞的程度 希望你知道的重點二 我們的地震強度有單位叫做疾 但是沒有 小數點 沒小數點 再來 重點 震度會因地而異 不一樣地方的震度 同一個地震 地方不一樣震度會不一樣 原則上是離震央越遠 震度就會越小 跟規模不同 規模是同一個地震就只有一個規模 大家都一樣 OK 請問有人有問題了嗎 沒有 很好